上海京剧院创牌的新编历史京剧《连历于成龙》 取材于王永泰小说《清关于成龙》 讲述的是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连历第一的于成龙 上任福建暗查室后 发现前任官员草菅人命 制造了一起涉及万人的冤假错案 于是他不顾自身安危 大胆向驻杰福建且权倾朝野的康亲王敬言 与骄横偏执的乐春等周旋斗法 使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故事 该剧《遗骨见金》 刻画了于成龙、廉政亲民的人物形象 更表达了百姓对清关的呼唤 富有积极的宪质意义 被誉为劝势之作 每次演出都得到观众的强烈反响 2009年 该剧被翻拍成电影上映 是近年来少有的戏曲电影精品 并荣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调奖 优秀戏曲片奖 和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戏曲片奖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京剧电影联利于成龙 故事发展合情合理 艺术效果生动感人 内容与形式贴合 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 对戏曲表演与电影语言的相互融合 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 在充分尊重戏曲表演的夸张性 假定性与虚拟性的同时 实现了戏曲表演与电影技巧的巧妙融合 该片在拍摄手法上积极创新 把灯具和琴师的艺术空间 和人物在线的历史年代相结合 画面构图、人物特写、服饰布光、场景调度 音乐融会、外景隐喻等艺术手法上 都有一定的创新 令人耳目一新 饰演于成龙的上长龙 用尿用虚拾出入骨筋来评价影片 每周主 Antes berTION 无法闹 独以 composite 独独? 统? worksom 非伍之勇 多胜? 非分之财 我今晚安 这是我宇成龙 移身正fik 波副朝廷 同窥立民 对得起天地 两个心 片中饰演于成龙的 是上海著名花脸表演艺术家 上长龙先生 上先生充满激情 细腻传神的表演 唱念俱佳的精彩演绎 把一个三百年前的 国之顿梁大清官 表现得栩栩如生 饰演康亲王的是 上海著名老生关栋天 他将风流倜傥 桀骜不驯 狡黠的康亲王 对于成龙的态度 从傲慢无礼 到钦佩恭敬的转变 表现得层次分明 思思入扣 尤其是于成龙与康亲王 从容周旋斗酒的精彩对白和唱词 令人较绝 反正是你全答应 全全答应了 够朋友 不错 双方平级 老头儿 你给我头顶脚弧 从这儿 爬回去 康王爷 你耍奶屁 新时期京剧创作的经典之作 戏曲电影拍摄手法的探索性尝试 敬请关注中国电影资料馆 7月25日放映的京剧电影 联利于成龙 这 warten 香港 我们学习的antry 好 决定 我们学习的 我们学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